其實做人主事就跟打這個木人莊一樣 跟打拳一樣 大家是以你相待 學永春跟開牛肉麵 最相似之處就是說 做人要懂應對 資進退 我開這個麵館 我賺到的朋友比我賺到的錢還多好多 不是說你有現金就買得到的感覺 你好 今天幾位 三位 三位後面有位置 來 二桌兩套 不好意思 來 雞絲麻辣涼麵 不客氣 內湖這間老字號的牛肉麵店 每天只要一道用餐時間 就吸引許多套客前來報到 最貴的牛肉麵 但是都不好吃 最佳好吃 它的湯很清 而且味道很好 我覺得它的麵很好吃 因為它是自己揉的嘛 所以它那個口感跟一般麵店比起來就好很多 招牌的紅燒牛肉麵 牛肉厚實帶咬勁 配上Q彈的手工麵條和濃醇香的湯頭 讓人吃了讚不絕口 而好滋味來自家食的功夫 湯頭都得慢火細熬十個小時 我們只要一進門我們就要熬湯了 就要點火了 就要去做這個動作 加湯這個是牛骨頭 牛肉跟牛油 只有很單純的幾樣東西而已 然後我們要的是原味的牛肉湯 不只湯頭下重本 為了成就麵條的Q彈和筋性 麵團一定得經過四揉四醒的步驟 你揉四揉四醒之後呢 它已經有這種生命力的呈現 那對我們來講是要求高 所以我還會再揉兩道 令到它效果更好 假如麵是沒揉過還是揉不夠 它那個麵壓下去就一個洞在裡面 它就不會膨脹而已 把麵團擀出筋性 放入機器分切成條 Q彈有勁的麵條 得煮上八分鐘才能熟透 現擀現煮的手工麵 擺上滷到入味的醬燒牛肉 就是來店必點的乾拌牛肉麵 我們是用醬燒 這種醬燒是醬跟辛香料肉塊一直炒 炒到它成醬 然後它是非常有口感 它好像是一個新鮮的牛肉乾這樣 是很過癮的 不只乾拌牛肉麵 這碗每天餡料的番茄冷湯麵 也是別處吃不到的驚喜 這碗是很容易的